向各位问好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 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 2008年即将来临 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于正生 来到解放日报 文汇报 新明晚报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 电视新闻中心和东方网 亲切慰问新闻工作者 向大家表示节日的祝贺 于正生说 上海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需要大家认清形势 解放思想永攀高峰 新闻战线的同志们责任重大 希望广大新闻工作者 按照中央要求贯彻市委全会精神 进一步做好新闻宣传工作 为上海在新起点上 攀登新高峰 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于正生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仲伟 市委常委 市委秘书长丁薛强港 首先来到解放日报 与党政部国内部经济部记者编辑 一一握手亲切交谈 仔细询问采编工作和发行广告情况 还查看了报史陈列事 于正生说 党报要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 记者编辑要深入机层 深入一线做调查研究 本着实事求是 帮助党和政府 以及有关方面改进工作的精神 提出问题 偷袭问题 讲真话 报实情 促进有关部门改进工作 提高效率 随后 于正生力行来到文广传媒集团 电视新闻中心 查看了开放式演播室的工作情况 了解电视新闻的编播流程 听取电视新闻发展情况汇报 并走到记者工作区 慰问了部分记者和编播人员 在新媒体展示厅 市领导详细了解高清电视 数字电视 IP电视 手机电视 宽频电视等新媒体的发展情况 并通过IP电视的视频电话 予远在湖北的 播控中心工作人员进行对话 鼓励他们继续努力不断开拓市场 接着市领导来到文新报业大楼 市领导查看了文汇报海外部 教委部 监界部 体育部 政法部 文艺部 国内部 专刊部和药文部 同大家热情交流 听说文汇报是国内派驻海外记者 最多的地方媒体 于正生倒有兴趣地询问海外记者的稿件 在文汇报国际新闻中占了多少比例 听说占了三分之一 于正生表示满意 在新民晚报 于正生流览了报纸长囊 并走进群工部 科教委部 政法部 经济部 评论部 与记者编辑亲切交谈 关切询问记者编辑的学习工作情况 了解大家平时喜欢读什么书 卫视里正在举办夜光碑作者迎新座谈会 于正生与作家们亲切交谈 勉励大家创作更多更好作品 在东方网 市领导浏览了东方网网页 听取了东方网发展情况介绍 于正生详细询问东方网的信息来源 经营收入 了解东方信息院和东方网吧的发展和运营情况 关心东方网与商业网站相比 竞争优势在哪里 在与大家交谈时 于正生关切地询问员工的收入 外地级员工的居住生活情况 并祝大家新一年事业有新发展 再创新家计 记者吴众美报道 嗯 嗯 是啊 persian 啊 啊